是你跟杨幂的混合体 你跟Angela Baby的混合体 我求求你了 你在捧杀我吗 不是啊 我们是就事论事 就是你寄给我那个女生 是你们两个的混合啊 知道吧 那你寄给我的那个 我看你就是在Instagram上面 找的一个网红啊 是很神是神似 对我在YT看到了 然后转到他的IG啦 对没错 我没有人家那么漂亮啦 人家这很漂亮耶 没有跟你很像啊 我不是记了一个你年轻的照片给你看吗 什么叫我年轻的照片 我现在依然很年轻 请你立刻跟着 请你立刻跟着 你那张照片就照的比较像嘛 所以你看我都 他说这个人像我 这个人叫做 Eazer啊 他只有英文名字 是网红吗 然后还有当时这样的 像吗 好像是外拍的模特吧 然后我给他看的是这个 我给你看的是这个嘛 这个有点像Angela Baby你不觉得吗 反正我都觉得很漂亮 但是你知道吧 就大陆的美女太多了 对啊 而且你现在 你现在随便的拿一个出来 你现在就在抖音上面看 小红书上面看 那么多直播 你随便拿一个出来都长得巨好看 所以说现在是网红最好看 台湾也是啊 增加生活的乐趣啊 对不对 你在笑什么 我在笑说你真的是很活力满满 你哪 你哪 哪天那么多时间 我最近看您的那个上节目 都已经满到 我都想说 哇 你应该睁开眼睛 就开始在上节目了吧 哪那么多时间去搜罗 那么多美女 而且也不是明星 全是网红 而且最近很多节目都拉长时间了 那个周郁琴晚上 现在变成两个小时啊 两个小时直播啊 对啊 因为选举啊 他要撑到1月13号啊 我的天啊 他以前是后一个小时是录播 前一个小时是直播嘛 对对 他现在两个小时都直播 就所以说你昨天是待了两个小时啊 对啊 8点到10点啊 吼 就赶快趁广告间隙是不是 补充一下能量看看网红 我那个 我现在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五 都在他那边啊 然后还有卢秀芳的辣碗爆了 那是6点到8点 然后8点到10点 然后我才知道你全球 不是不是那个叫什么全球直球对决 我一直以为是他们把你的片段剪成一个小时 结果你是还要再一个小时 对对对 我的妈呀 那那最近我有看那个台 他们说那个冻结台独党纲 是你起草的那个台湾前军决议文 对啊当年就是我跟吴子佳提的啊 没有说啊 2014年啊对啊 你有想过 所以我们这个 我们都是有 有历史渊源的啦 说最后为什么会退出民进党 这个都是有原因的 你知道吗 一会你跟大家好好说明白一下 你知道现在网上 现在网上好多人哦 说说你暗赌你知不知道 暗赌个鬼啊暗赌 哎你不知道啊 你整天我当然都知道啊 哎呀我都知道啊 嗯说你不知道吗 台独党纲就是郭正亮写的 不是啦 我台独党纲是林卓水 那是1991啊 我是1999把它改成台湾前途决议文 因为1991台独党纲 没不承认中华民国啊 所以我把中华民国现状加进去 你知道吧 这留到内文在讲啊 我最后还给你准备一个美女的照片啦 还没给你看 这个才漂亮吧 比网红漂亮吧 连中国外交部都大赞 说这个 这个狄狄热巴吧 对狄狄热巴 他不是最近参加那个花语少年吗 你知道这个花语少年吧 那个节目 我没有想到外交部会把他的这个影片直接就po上去 汪文斌 汪文斌啊 这也没什么人家是真的漂亮 为什么你落交点汇在这人家是大赞新疆服饰之美 结果你是大赞人家是真的漂亮 哦哦 那个新疆的 维吾尔维吾尔族的服装非常鲜艳 嗯 非常的鲜艳 而且他真的很漂亮 他一个然后你很喜欢的那个古力纳扎一个 我都觉得很漂亮 还有最近有 其实我看到中国那个56个民族很多民族的服装都比汉族鲜艳 嗯为什么呢 尤其是云南过西藏那一代 都非常鲜艳 中亚也偏鲜艳 对 嗯 可能比较热情 你知道那个很能歌善舞的那种性格很 很 所以说需要在服装上 可能跟舞蹈有关系啦 对啦 好了亮哥 这个虽然很累但是还是要上节目好不好 好 我们就 累 哪有累我早上才起来没多久 我们就一个小时 好准备开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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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